高雄市小港区一间关地庙 上个周末举办庙会 过程当中有人释放高空烟火 没想到烟火却失控 直接炸向路边的民众跟店家 造成了十个人受伤 其中一名五岁女童伤势严重 还在住院治疗 而因为在释放高空烟火之前 没有先提出申请就是违法 庙方跟当时释放烟火的外地阵头 都要受罚 民众拍下19号晚上关地庙会过程 只见人群中有人直接燃放高空烟火 没多久又点燃第二座 不到一分钟烟火底座一次倾倒 开始射向民众 民众纷纷躲避 从另一个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到烟火从马路上射向四面八方 窜进民宅 有超过十个民众受伤 其中一名五岁女童手臂严重灼伤 到现在还在住院 连现场的檳榔摊都被炸得破碎 消防局表示释放高空烟火 必须先申请 庙会行为已经违法 目前也找到燃放烟火的民众 并且开罚 释放烟火我们有找到释放的那个人 他还在做笔物当中 你还要给我们老婆 你还没说你还要用什么 人要来 他还没告诉 那他信徒很多 庙方强调烟火是来助售的镇头燃放 事先并不知情 对受损的民宅已经立即收散 并且赔偿受伤民众 但消防局表示 调查以后庙方还是可能受罚 最高可以罚到两百五十五万元 记者王级孙许正俊高雄报道